佛这一天到一个夫妇的家里面去 就是先生不在 姿态的在 他不信佛 一看见佛了的时候就愤怒 不高兴 不高兴就把门关起来 关起来 佛从地里面出来了 还是在那里 这时候佛托尔波一向他画园 他在那烙饼是干什么 这个老太佛说 你饿死了 我也不给你 那时候佛在那里就献出死相了 他一见老太佛大恐怖 我不得了 可是一睁眼睛 一看就没有了 为了心里面 他这个啥呢 吹探了 戏弄我 这时候他就看见他先生回来了 他先生回来了 看见这个太太啊 不高兴啊 愤怒啊 说怎么怎么回事 说江泰驱探怎么时候来了 来说 哈 这样说 他就拿着他 好像是拿着一个 拿着刀啊 拿着杖的东西 就问他到哪去了 说江泰驱探不一会儿出去了 应该走得不远吧 这个帐户就追出去了 直到一个不远的一个地方 他就看他驱探在那坐着 他当他一看呢 是一个很厚的玻璃 周围的围起来 驱探在里面坐着 波在里面坐着 这个男人就心里想 这我进不去 我又不能打他 怎么办 就对他说 你不要弄这个周围 这个玻璃都去掉 我说呀 你把你这个刀杖去掉了 我就可以 我就把这个门给开开门进来 然后那个心里他想 我哪想哪能打你嘛 怎么可以丢掉呢 但是他说了 我可以暂时照办 就说了 丢掉了 对呀 佛说呀 我不是说你手里的刀杖 你心里的刀杖要去掉 哎呀 说这个话说得好啊 就生不出了恭敬心了 就像不过磕头 磕头就是说 哎呀 我太太对不住你 也向你忏悔 他说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叫我太太来一通的向你磕头 向你忏悔 他就回家去 像太太一通来 向他磕头 佛的说法 真言得虚的坏